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Crystal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最近买到的彩妆 然后因为最近道格拉斯在打折 就是18号那天吧 只有当天那一天在打八五折 然后我就买了一些彩妆 先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些 我是买的 我是买的 这边这些是我买的 然后右边都是赠品 他们家很多赠品 就是虽然说可能价格上面不是那么的优惠 但是赠品很多 然后呢是这一袋 这个是我在他们家门店 就我们这边门店直接买的 因为有些颜色我想要去试看 就是这些 好 接下来给大家具体的看一下 我到底买了哪些东西 第一件呢是这个 是Urban Decay的眼部打底 然后我买它呢是因为我的眼皮比较油 然后经常妆会看上去比较脏 然后我觉得我可能需要一个眼部打底 然后这个呢它是适合那种 它是属于比较偏干的眼部打底 你一查上去要马上把它晕开 然后不然的话可能会有一些 呃结块的那种感觉 但是适合油皮 就是油你的眼部皮 如果是油性的话是个样子 打开一下 就这样 就这样 就要马上把它晕开 然后它其实眼部打底就跟一般的 就跟面部的primer是一样的 就是让你的上妆 上妆会更服贴 眼部打底的话 就会让你的眼妆 颜色运得更好看 后续的话 会跟大家反馈 然后下一个呢 也是Urban Decay的持久定妆喷霧 然后这个号称可以让你的妆效保持16个小时 然后是这个样子 它是写的是Oil Free的 然后还是还有一个叫什么 Temperature Control Technology 就是说它是没有油的成分 然后同时呢是有一个温度控制的效果 就是它能控制你整个妆容的温度 然后这样子的话你的眼妆 眼妆底妆影子腮红都不会那么容易掉 就能提高你的妆的持久度 一家样东西是雅诗兰黛的Double Wear布衣 这款粉底液的话 也算是粉底液界的扛把子吧 就是有很多人推荐 我会买它的原因呢 是因为听说它的遮瑕能力非常好 而我的话是属于有很多的痘印 就是对遮瑕膏的需求量 比较大 然后之前用的粉底液呢 是阿玛尼的4号色 那个的话就属于妆效非常自然 但是的话遮瑕度的话 我觉得是一般吧 就是还是需要用很多的遮瑕膏 我不追求我的妆容有多么的白 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肤色本身就不是那么的白 所以还是最好要选贴近自己肤色的颜色 这个呢是属于自然色 然后稍微带那么一点点白 我给大家试一下颜色 这种瓶口设计呢 就是最好倒的时候呢 我会用 我想会用Beauty Blender吧 就是直接倒在Beauty Blender上面 看到就是它的 左边拿 然后涂开 之后就看到跟我的整个肤色 还是融合到一起的 就是还是水鱼 还是会白一个 白那么一点点 但是又不是特别夸张 然后下一样呢 是YSL的唇甲两用 我选的是四号色 因为我是暖皮嘛 我就会偏向橘色系 然后这个呢是很漂亮自然的橘色 然后里面稍微带一点七瓜红 给大家试一下颜色 是不是很自然 就是很自然很水润的那种感觉 另外这款的平身设计我也很喜欢 就是它看上去像一个一瓶指甲油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材质是玻璃的 看起来很有质感 出门带的话也非常方便 就不需要另外带额外的腮红 一瓶就可以解决腮红和唇膏 两个事情 这些呢是道布拉斯他们家的赠品 这是他们家一贯的传统 特别多质品 好 接下来是我在门店买到的一些彩妆 然后有哪些呢 先来看这一盘 这个是 Smashbox的一个眼影盘 色系的 然后感觉 因为我之前用的是 Urm Decay Naked One 然后那个就是有很多有亮片 所以我想再买一个这种 亚光的眼影盘 给大家试一下颜色 大家可以看到画在手上的 它整个是比较自然的亚光色系的 这个呢就是贝林菲家的呼拉粉明星产品 然后我今天已经用了 就是 这个颜色 的修容粉 然后它算是古铜色吧 但是它是适合于各种肤色 不管你是白皮也好 黄皮也好 就是它是介于那种冷色调跟暖色调之间的棕色 然后不会有偏红的尴尬 接下来这款呢是一个德国的品牌 叫安娜柏林 然后我买的是 这是他们家的一个腮红 然后选的色号是Rose Delight 21 是一个豆沙粉吧 大家看一下 就是没有那种不带闪的 然后他们家的彩妆呢是 都是号称纯天然有机 然后孕妇都能使用 然后这个是贝林菲家的Bad Girl Liner 是我一直用的眼线笔 这次也是用完了 然后回购的 大家看一下 它是属于那种两头的 一头是这种孕染的刷子 然后另一头是这种刀销式的笔 然后这个眼线笔呢持妆度非常好 不会孕染 然后我觉得是很好用的眼线笔 所以是一直回购的 最后一样呢 是香奈尔加的细管唇膏 然后我买的颜色是212 大家看一下它是个 传说中的姨妈色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其实 是配有一些妆容还是非常有特色 就这个颜色 我觉得是属于带一点棕色调的浆果色 给大家试一下颜色 就是这个颜色 它的显色度非常好 而且一反常态 一般香奈尔的很多唇膏都很干 但是这款的话非常水 所以我就立马就买下了 我也是想尝试一下这个颜色的妆容 所以 好今天的跟我分享就到这里 大家如果有什么想听的话题 以及好的意见 欢迎大家留言给我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我们下次见 拜拜